请订阅书店 请订阅书店 到一个宇航通讯大厦 一经过就想起 我第一部航设计是宇航台 可能是1992年 这里是广源西79号 有酒店 那些代码我都忘记了 我的姓都不太记得 想起那时候下坑 这里有过一条路桥 这边是进过火车站的 很近你应该看得到 可能远处那里 看到那些桂花江那些 可能机场路那些楼 这里都看到个 看到个发射塔广州台的 在法国山上面那个 还有个火车头在这里 停了在这里 三路线入站 就是这里这一辣铺 很多非洲的朋友在这里聚集 在这里聊天 甚至是站在这里 或者有些在里面的铺 没有了 聊生意 这一带 现在 没有了 我个商场都转型 好像 网络商贸部 不? 中國網絡媒體論壇 現在是重新裝修,重新招箱 以前都是做外國朋友生意 現在是少了九成 很多外國朋友 等下通通酒店 通通數碼 我想是一個衣服、一個手機 他們都會買很多 有些手機去大沙頭那邊買 當年恆大的球星寶蓮奴 都被人拍到他去大沙頭那邊買手機 穿著拖鞋 很親民 很無價值的 國際球星 開著電動車 不過是絕珠江新城 這套美妝城 是化妝品 護膚品的批發 到家裡 這套大沙頭 在抗傳街上 這叫什麼E-Boxing 有一個派出鎖 有一個派出鎖 曾經有10年左右 有一次搞得最大的就是那些黑人朋友 有據說 起因是由警察去查 他的證件 即是沒有預期居留 有一個黑人朋友 就想走 想走 不知道是 跳樓打死了 接著有些朋友 就走過來 在這裡聚集 好像沒有死 好像被捉了 那些黑人朋友都走過來 在這裡聚集 在派出鎖門口 因為就是在附近 要派出鎖放人 那次那宗是搞得最大的 在這裡聚集 那裡的龍頭市場 裡面的那塊 都不知這個地方叫龍頭 還是什麼 他們行 行內做皮具的 很熟悉的龍頭市場 在這裡 裡面的新豪半搖台 皮具 因為那邊應該是 搖台廣場 一辣都是做皮具 或者配件 或者材料 它又不是做成品 成品 在桂花江那邊 什麼一辣泡 會用刺激 對面那邊還有個加油站 這個人很久的 以前很多人都在這裡加過 試過在這裡走 一段都是加過油 那裡進去的是 桂花江 桂花江在這邊 還有火車站後面 那裡 這位客人哥哥都挺有型的 他一走過 我就聞到他那種香水味 對面那個是 什麼交警 是不是白人區交警 什麼 以前可能經常交拔錢 以前 間定不用來交 全國在網上 廣東技術師範大廈 那裡 有人經常說技師 看你有一些無限遐想的技師 看你有一些無限遐想的技師 姚池大街 名叫Hotel 是王武娘娘的姚池 很近拍不到牌坊 又换水管 拍不到字 我看到对面的姚池 这边是白人区富幼 富幼保健与 那边是省富幼 这边是白人区富幼 但白人区真的很大 如果住得远点过来 这边看可能是一分钟后 我摇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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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小心河包 以前这些地方真的很多 很多人打河包 包括新疆那些 我摇摆大家 不过近七八年都没有了 我摇摆大家 这边有点 这边有个好大的服装批发 从幽龙 所以 这个港元西 卷在一路的批发市场 所以部份是塞车的原因 这个门面好像快快整过 以前不是这样的 没有那么和 这个装修不是这样的 以前这个路口前面就是三元里大道 以前这个位置很多 很多人在附近交易 真的在路面交易一些毒品 我真的见过的 开部电动车或者摩托电动车 然后就来到 真的我真的看到他 一手交钱一手交服 应该是十几年前 现在不知是什么 现在不知是什么 直行是机场路那边 这个右手边三元里大道 就出回桂花江 这个位置以前做过一段时间做些KTV那类 有电动车 这些都是外国朋友很喜欢来的批发地 这个三元里地铁站C2出口 对面马路就是以前的逆初莲花的超大型超市 现在叫什么名字,装修外长 这次好像泰国旗 应该叫Lotos 这个牌子有 应该是90年代开的 新开张的时候 它是凉饭式会,好像要入会那种来的 新开的时候非常之虚陷 可能好像现在三号在广州开之前的效应 可能隔离左右开了一个卡 就说去吧,一起带我去吧 一起去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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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 好 很多人都不用固画了 已经取消了 没有什么 因为你手机的 打电话都少 这条叫姚华街 是姚凯在里面 185 里面那个三年里加油站 要装修过回新带 三年里大都 没错 温泉新街 到了 抗泉 看看葱 刚才那几个警察 在这里叫人装那个反诈片的APP 这条是景泰村的 是景泰村的 那边过来 是景泰村的 那边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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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游泳训练基地 我们在这个抗泉冥场 我当年都除了月秀山 我们就会过来这段 很多人会来过游泳 特别我们住这边 我们以前住 由海珠路摇一单车来到这里游泳 沙冲南村进去 对面这个开间 这个人的民营医院行建医院 北站南路 前面那条 不能进入了 现在可能没有开放 冬天 三元里大道497号 这个三元里大道以前 以前叫什么呢 这个三元里大道好像是 这二十年年 这条沆路之后才叫 以前 我记得不是叫三元里大道 再拍一拍 我紧急维修 12月5至7日 暂停开放三日 我今天是7日 非常好 非常好 欢迎再次光临 我想搞一个桑栏 我们人人都喜欢浸泡 抗泉就想起温泉 我仍然有茶叶 茶叶城 这个茶叶城 20年左右 我仍然有服装城 同一个老板有服装城有茶城 前面已经是北站南 这边再前面就是沙葱 视频到这里 拜拜 黄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